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李涵老師 我們最近把我們的影片放上了B站 OK,所以在B站是我們親自在運營的喔 OK,我們之後只要有新的影片 我們會同時放在B站,也會放在YouTube 你們可以去選你們方便的管道觀看 OK,B站的朋友請多多指教啦 OK,好,那我們接下來進入今天的正題 今天的正題要幹嘛呢? 介紹,攝影機,運動攝影機 好,為什麼要介紹運動攝影機咧? 很簡單,以前我不知道 開車就傻傻的開,繞走,幹嘛? 不好,你知道為什麼不好嗎? 我先講,因為你的身體的體感還沒有那麼好 有時候你想是這樣,但是實際上卻不是這樣 那如果有影片做輔助的話 你會是一個非常好的Check的功用 OK,所以我建議啊,如果你真的有心啊 想要把車開好的話 建議你一定要買運動攝影機 OK,那接下來我就來推薦一下 運動攝影機應該放在什麼位置 然後應該做什麼,應該買什麼設備 OK,好 像我手上這一台是GoPro 7 那我覺得這一台就已經很好用了 OK,我也沒有想再買新的 可惜這一台不是我的 我的在上次比賽的時候 噴掉了,不見了 找不到,沒找到啦 拜託,散心人士撿回來給我 裡面的影片比較重要,好嗎?拜託 好,阿這GoPro啊,非常好用 你可以在你開車的時候 把它架在哪裡呢? 例如說,安全帽上 你看我在安全帽 你看我有沒有很天才 把它黏在安全帽上面 恩,我也覺得我真的算是很天才 對,你可以放在這裡 像我當初為什麼不想放在這裡 也是因為我覺得這個視角太高啊 但是它也有好處 就是它路線看得比較清楚,OK 那我放這裡 我是覺得路線看得清楚 方向盤、煞車油門 也會看得比較清楚啊 OK,所以我才放在這裡 但放在這裡有個缺點 你這個蓋子就打不開了,好嗎? OK,不要像我這麼傻 因為我這個帽子 是我一開始的帽子啊,OK 好,阿我想說我換新帽子 這個帽子就可以專門拿來拍攝用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架在下巴 你架在下巴 它我覺得算是一個不錯的地點 也就是你前面的路你也看得到 煞車油門你也看得到 還有你頭在擺的時候 你也都看得到,OK 所以我覺得架在下巴還不錯 OK,因為正常來講 你去開車 有時候出租車它不一定讓你可以架在車上 不然我覺得應該是架在車上是最好的 因為你頭不會擺來擺去 然後可以很清楚的在一個定點 看你的方向盤,煞車油門,路線 然後你的身體的動作 OK,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但是因為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 讓你架在上面 對不對 所以像這個架在安全帽這裡 應該算是 如果你可以自己帶去 應該我覺得算是最好的位置 OK 像很多車友啊 想跟我討教說 例如說 車子怎麼開 或者是哪裡有什麼缺失需要改進的話 我們也都是要看GoPro 要看錄影帶,OK 因為要看才會知道說 到底真正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哪裡 好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必備的配件 OK 那你看喔 下巴啊 正常人 都不知道說要用什麼東西才可以架在下巴 我現在要告訴你 就這個 就是 它可以綁在 就是如果啊 這個蓋子是可以打開的話 它是可以這樣 可以綁在這裡的 有沒有 綁在這裡 這個就把它扣上來 扣上來 然後把GoPro架在這裡 OK 然後建議啊 不要用裸機 放上去錄 因為它外面有個殼嘛 對不對 一個就是邊框而已 不要這樣夾著邊框就上去錄 建議一定要架防水殼 OK 因為 難免啊 這個座有時候會斷掉 你架側邊也一樣 架上面也一樣 難免 因為有時候距離真的太大 或是有撞擊或什麼之類的 難免會飛掉 啊飛掉的話 如果外面有一個潛水殼保護的話 會比較好 OK 推薦給車友啊 我以前剛開始開車的時候都不知道要用GoPro啊 OK 我前面大概開了一年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是很懊悔 如果 我可以及早知道的話 我應該又可以省一年了 搞不好進步速度又更快 知道嗎 就像 蔡成陽在教我開車一樣 他也都是要看GoPro 而且 越厲害的人 看得越細 知道意思嗎 OK 好 推薦給車友喔 OK 那就這樣啦 掰掰